人偶 尚 尚千年没有做过梦的赵丽 今天突然梦到了下雪的场景 但奇怪的是 她梦里的雪却是黑色的 醒来后她站在路边等东京 越发感到奇怪 我赵丽是灵魂百度人 不可能做梦啊 这预示着要发生什么吗 就在这时 她看到不远处一个女孩 正在追赶小偷 出于好心 赵丽身腿把小偷绊倒 女孩这手也不错 三两下就把小偷制服 突然天空洒起了黑色的雪 赵丽想起来 女孩和雪都曾出现在自己的梦里 不但如此 女孩还和自己一样 能看到这诡异的黑色雪花 这其中必有什么联系 其实这个女孩叫阿春 是一名实习警察 刚刚小偷偷了她的室友 桃子的背包 把小偷送进警察局后 桃子在路边的垃圾桶 看到一个穿着和服的人偶 她很喜欢 即便男友觉得人偶有些诡异 但桃子还是把人偶捡回了家 赵丽回到家后 仍旧在纠结刚才的雪和那个女孩 这时 百度人周晓辉突然跑过来 她告诉赵丽 最近自己辖区里出现了一个魔物 已经分尸了两个女孩 冤枉阿叉对这件事非常的关注 但周晓辉毕竟是个新手 压根不是魔物的对手 只好跑来向赵丽求救 此时东京正和小雅忙着亲热 刚要进行下一步 突然看到床上冒出一只兔子 就随手抱起来玩耍 但她不知道 其实这只兔子是昆仑派下来 催促小雅赶紧杀掉东京的玉兔 另一边 阿春回到家后 看到房间里空无一人 难道是有桃子还没回来 这时背后突然伸出了一双大手 惊恐的阿春猛的一个转身 原来是桃子的恶作剧 来到客厅后 桌子上的人偶又把她吓了一跳 这个人偶太诡异了 想起每次只要看到黑色的雪 身边就会发生不幸 阿春开始有些担心 而且听说最近外面出现了一个杀人狂魔 粉饰了好几个女孩 阿春更加害怕了 关于这个人偶 桃子的男友从一部电影里得知 人偶名叫鬼娃娃花子 来自古时候的日本 当时女人都把她当作吓妆 说是人偶会替人消除灾难和疾病 但有传闻称 鬼娃娃花子能照画灵体 她的头发可以慢慢生长 在深夜里 她的身体还会发出轻轻的脚步声 男友的话让阿春更加害怕 于是钻进房间躲了起来 她可不想大半夜被脚步声吓醒 像往常一样 她点燃一枝香薰 放在心爱的古琴边后 就躺在床上 想着白天帮自己抓贼的那个帅哥 心里一万只小鹿乱撞 此时已经是深夜 兔子想趁着东京睡着的时机把她杀死 正要动手 突然感应到一股强烈的妖气 附近有魔物在作恶 只见阿春此时就像鬼牙床似的 明明头脑很清醒 可就是四肢无法动弹 更加恐怖的是 鬼娃娃花子正趴在她脸上 瞪着空洞的双眼 紧跟着一个手持日本刀的男人 慢慢走进房间 惊急之下 阿春使出转身的力气 发出了一声嘶吼 原来是一场噩梦 但刚才的感觉太真实 她下床四周查看 整个房间安静的可怕 于是小心翼翼的走向客厅 却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绊倒 手上摸到了黏黏的液体 她慢慢地抬起手 竟然沾满了鲜血 阿春懵了 她惊恐地回过头 身后鲜血横流 她强压恐惧 又慢慢走向桃子的房间 颤抖着打开门后 房间里的惨状又让她一声惨叫 与此同时 兔子感应到了附近有魔物出现 一时紧急竟开口说了话 惊醒了东京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趁其把东京杀了得了 没想到赵丽突然出现 把她抓了个认着 因为知道兔子来自昆仑 是小鸭的玉兔 这里又没有弄死她 只是让她变回了人心 到了第二天 兔子小白告诉大伙 她作为神兔 对魔物有超强的嗅觉 昨晚出现的那只 肯定是个有粘头的角色 但她隐藏了自己的力量 所以小白暂时 没有办法感应到她的位置 正说着 周小辉打来电话 魔物昨晚又分身了一个女孩 女孩的双腿消失不见 根据周小辉提供的地址 赵丽和东青趁夜色来到案发现场 正准备揭开派出所的封条 突然一把刀子伸向了赵丽的脖子 回过头后 竟然是阿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